啊現在一個鞋子 你就說什麼 什麼就跳來跳去 啊你當我是什麼 請你等一下會有錯誤嗎 不是嘛 他會回到你身上 你吼什麼 什麼 我這個叫吼 你這個才叫吼啦 這套戶商拍桌 就是歐國會朝野協商 這才討論到一半 就因為發言順序 民進黨團書記長莊瑞雄 槓上韓國瑜 那你繼續喊吧 什麼叫做我證據啊 你這什麼態度啊 哦我是院長 我朝野協商 你還是有 附近的遊戲規則 你如果不要 剛剛才是說輪到我 我不會有意見 不要戴帽子 我耍什麼權威的 鍾瑞雄抗議輪到自己發言 怎麼就變成讓黃國昌說話 沒想到明明要主持 繼續的韓國瑜 反鬥自己週極勝貨 反稱你繼續啊 榮一旁的立法院秘書長周萬來 不斷拉院長 依走右他冷靜冷靜 韓國瑜居然對天常叹 天地良心 各位我盡可能公平 你還在雞蛋裡挑鋼筋 不是挑骨頭 你不要聽韓國瑜動不動就胡說八道 雞蛋裡面怎麼挑 都不會挑出一隻鋼筋來啦 那個藍鳥敷的是一顆怪蛋啦 鍾瑞雄與韓國瑜純倉舌戰 還有柯建民主要一提違憲 就挑起傅昆棋敏感神經 你想說真的沒有違憲 這個是國會自主 這個是大法官嗎 你是大法官嗎 你可以選擇有沒有違憲嗎 你兩個合起來 然後被違憲沒有用啦 要講道理啦 都不動就在那邊違憲違憲 你是大法官嗎 那聽到講講違憲也好過耶 再大聲一點沒有關係 聞到黃國昌又跳針跑騷 你現在有沒有真的主意在回答 現在是可以插嘴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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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柯建民一句話 讓黃國昌啞口無言 朝野協商過程滿滿火藥味 明新聞綜合報導 更多精采新聞請下載APP 訂閱民視新聞網